部長好 首先針對這個就是美國從11月開始路徑限制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AIT其實今天也說明說這是針對全球都有這樣子的規劃 也就是說要求必須要完整的接種兩劑疫苗 其中只包括莫德納、BNT跟嬌生這樣子的疫苗才能夠路徑美國 那台灣現在的規劃是什麼 有關這邊當然我們有一些疫苗已經是美國現在所承認的 但是有一部分明顯的大家都在注意是高端 事實上美國現在並沒有宣布承認這個高端 可以當它一個可能是疫苗護照或疫苗證明的一款 那我們會積極跟美國來做溝通 因為現在我們要超前部署吧 因為如果是11月初就必須要開始施行 而且要完整打完第二劑的話 等於說我們現在打高端的人是不是就要趕快去接種 莫德納或嬌生或是BNT就是上面所規定的這些疫苗 而且要打第二劑等於我現在就必須要打第一劑 因為跟第二劑還要再隔六到八週 所以現在我們就必須要告訴國人說 可以或不可以我們的dayline是什麼時候 我們不能到11月才告訴國人說 高端如果不能入境那我們現在開始 那等於還要再拖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才能到美國 那對於現在打高端或是國人有出國需求的人 要如何提早來做因應跟準備 第一個齁 這不是這整個疫苗跟出國齁合手為重了齁 那疫苗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是我們在施行疫苗策略的時候所關心的 所以在這裡面也不會任意的沒有科學根據的讓大家混打 時間上也沒有遵循一定的一個間隔 這個是我們所在意的 所以現在尷尬的地方就在於說 像我打高端 我可能很快就要打第二劑了 高端能不能去混打莫德納BNT或是其他的疫苗 我們有沒有做這樣的實驗 現在的實驗是針對莫德納混打高端 目前的實驗的結果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個實驗結果至少要三個月對不對 完整的程序流程至少要三個月 對你打完第一劑要等第二劑 所以也就是說在11月這個政策 美國政策施行之前 我根本沒有辦法去混打其他的疫苗 所以我等於打高端的人 如果這個政策確定之後 我根本就至少要到年底之前 我可能都沒有辦法出國了 意思是這樣嗎 如果這個政策確定了之後 我是不是被限制出境了 等於是這樣 不能去美國了 對那世界也不是只有美國一國 但是其他國家可能就會紛紛有這樣子的政策出來 那問題就是說如果我有需求 例如我有外交的需求 我跟國務院或者是什麼 我有一些參訪的計畫 那我現在打了高端之後 我現在等於被完全封鎖在台灣 因為政府也沒辦法告訴我說 我能不能混打美國所接受的莫德納或BNT 可是當初我在打高端的時候 沒有這樣告訴我會提醒我啊 對那時候美國也還沒開始有這個政策 我想委員大概每一個政策在滾動式檢討 那總是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國家重要的元首 大家所關心的 包括小英總統跟賴富 還有很多重要的官員 他們可能也都接踵了高端 那現在因為這樣子的政策的改變 讓他們也沒有辦法去國外 這個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部長我想請問 如果在11月確定美國政策是這樣的話 那對於我們的國防外交或是很多重要官員的參訪 也都會造成影響的時候 那我們針對高端疫苗能不能混打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能夠加速的進行 例如說已經打高端的 可不可以去混打其他的疫苗 時間上都會盡量的快 但是都需要時間 對那所以啊 所以現在大家就問 因為這個時間非常的緊迫 那我們不能說我們慢慢的談判 因為我們要有備案 A B C 例如說美國如果確定就是這三種 那現在已經打高端的人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混打 然後我們要什麼時候告訴大家說 能不能混打或是不能 什麼時候以前能夠告訴大家 讓大家能夠提早應應 實驗的報告出來 專家討論後就會出來報告 10月的時候會有一個專家的報告 可是這個報告只針對莫德納混打高端 我現在是高端要混打莫德納 這樣可以嗎 沒有 我跟妳說實驗如果做完 專家認可這樣實驗的數據 就會跟大家做報告 對啊 但是現在的報告是 第一劑打莫德納 第二劑混打高端嗎 你有做第一劑打高端 第二劑打莫德納的嗎 或是打BNT的嗎 交叉的 交叉座的都有在做 也有 交叉座都有在做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實驗報告如果出來的話 莫德納可以混打高端 高端也可以混打莫德納 是這樣嗎 要等到數據出來才可以 數據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出來之後就跟委員做報告 大概要多久 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這樣的時間 不過有些報告已經 陸陸續續要出來了 好 所以說在11月之前 我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的人民一個方案 就是說我們有什麼樣因應的準備 就是說如果我有美國的計劃 因為我很重要的家人在美國或是什麼 我一定要去的話 那我現在沒有辦法去接種 那我現在高端還要繼續打嗎 或者是現在還沒有打高端的人 他準備要打的人 他應該要怎麼處理呢 那他自己可以根據這些相關的訊息做一些選擇 不過這樣重要的是 我們要跟美國來做相關的溝通 那有關於特別需要的 那打高端的 那怎麼樣來解決 因為看起來美國這個政策非常嚴格 連AZ他都沒有通過 目前還在討論中 那更何況是我們的高端 或是其他的疫苗這麼多的種類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做委員也應該了解 他這個政策還沒有完全的 就定案 對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壓在美國的身上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預備方案 所以今天其實大家關心的就是說 已經打高端的 包括重要的國家元首 或是台灣政府的重要官員 他們到底能不能混打 如果這個政策通過之後 他們應該要怎麼辦 這個部分我覺得有責任要讓民眾知道 那不僅是官員 包括一般民眾也有出國的需求 那你不能說不是只有美國 因為他們可能去美國留學或什麼 有重要的事情要去美國 可是他現在打了高端 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覺得 第一步要先把狀況弄清楚嘛 對不對 狀況在假設的前提 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們當然有責任 去溝通 去了解 然後一步一步 所以我要拜託部長 因為如果真的是這個政策已經 那我原來可以問說 那如果A季沒有過怎麼辦 對不對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也要做準備啊 所以現在建在銜上 混打如果不准啊 所以部長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要把狀況弄清楚 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嘛 我們會去把它弄清楚 好 所以你要有一個期限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到時候真的要混打 或是怎樣有需求的話 那時間也至少要一個月以上的前置期 包括打完第二劑 那我們到底這個時間點 要抓在什麼時候 而不是說 等到十月 十一月正式宣布之後 我們才來做因應 這個可能大家會覺得太晚了 那另外就是關於說 現在的這個疫苗的施打 到底各個疫苗的第二劑 應該要在什麼時間來施打 因為其實像AZ 他的訪單的建議是4到12週 那我們指揮中心的建議是10到12週 那像莫德納他的訪單的建議是4週 那我們指揮中心是10到12週 那輝瑞是建議是3週 那實際上目前我們並沒有公佈說 BNT疫苗我們的第二劑是什麼時候 這部分有預估說 現在施打BNT疫苗的這些青少年 他們的第二劑大概預估會是多久 施打第二劑嗎 基本上我們現在的疫苗 大概間隔都10到12週 所以原則上我們都抓10到12週 但唯獨高端 目前我們是4週就可以打 不希望超過16週 不希望超過 反正10到12週 高端的我們盡量接近再過28天就打 因為目前的時間資料 只有這些資料 那青少年我們可能會看久一點 在第二劑的時候 整體在青少年12到17歲 這樣我們認為要稍微謹慎 好 那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因為今天院長特別有提到說跟部長 你們收視第一劑是3月22號率先就施打了 應該是AZ疫苗 那到現在今天是9月22號已經是半年了 也就是說已經是24週 你們都還沒有打到第二劑是這樣嗎 我已經打了 院長還沒打 部長打 但是院長都還沒有打第二劑 那這樣是安全的嗎 因為部長您剛剛說建議不要超過16週 但是院長已經超過24週 沒有打第二劑這樣可以嗎 那對於AZ來講 大家有報告也有30幾週 反而效果更好的 那院長主要是站在就是說希望大家都有打到了 他才來打第二劑 所以院長 請問一下院長 您是要等到大家都打完第二劑 你才要打第二劑嗎 還是您有一個預估說 大概什麼時候要打第二劑的AZ 就如我在歸院報告說 疫苗不足或怎麼樣我不強 那大家不打我率先 所以當時我率先全國第一個打 那到現在我沒有打也沒事 那所以院長你有預計什麼叫打第二劑 例如說你認為說第二劑覆蓋率 例如說10月要打到三成 所以你認為說這時候我已經完成一定的任務了 我願意去打第二劑了 這樣可以嗎 我一點都不急 不急就對了 那我可以請問在座的官員們 已經打完第二劑的可以站起來嗎 我們官員是來打選 不舉手不站起來 那官員可以就是出來 你可以問 他可以來打 好啊好 所以你要請哪一個來問 你請他上來 那我們可以請在座的官員 不用舉手 不用站起來的 好 那在座的官員有打完第二劑的 可以站起來接受質詢嗎 不是 你就看你要請哪一位來 你可以問他 他可以回答你 好 那我是不是請在座所有的官員 都可以上台備詢 你這樣不會嫌太多嗎 這只剩下一個位置 因為我想要了解說 到底我們現在的政府官員 打完第二劑的有多少 那你一個一個請嘛 看你要請哪一個來 這樣子會不會太勞師動眾 但是我還是希望 那不然我們這個請 好進群這個赤腳 然後我們財政部書建龍部長 好不好 你們兩位率先做代表啦 那不知道這委員現在打到第二劑了嗎 我打高端啊 準備預約10月2號 這兩天就要打9月28 高端我想應該很快可以打到第三劑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書部長 請問一下你第二劑打了嗎 我打了 那你是打什麼 我是打莫德納 你的第二劑是打莫德納 那你的第一劑是打 也是一樣 也是莫德納 好 那我們文化晉群次長 你打第二劑了嗎 我打了 那你是打什麼 第一劑第二劑都打AZ 第一劑第二劑都打AZ 好所以呢 看起來 普遍上應該大家都已經 因為很早就施打第一劑 所以第二劑應該也普遍都已經完成施打 但問題是大家就要問說 確實還有很多的民眾沒有完成第二劑的施打 那大家想要問的就是說 尤其是莫德納 因為很多人我們在基層所遇到的民眾都會問說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第二劑的莫德納 那以目前到貨的狀況 確實還是沒有辦法滿足大家的需求 那今天部長也特別提到說 陸陸續續會到貨 那以這樣子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們預估就是說 在年底之前 能不能把剩下的這個貨能夠完全的到貨 這個部分部長可以有一個大概的說法 我們當然要盡量的努力了 那莫德納的第二劑 最主要是 其實第二劑現在需求大的是A劑 A劑大概我們打了700 將近780萬吧 100多萬 所以我們大概600多萬第二劑的需求 那莫德納我們打了大概將近350萬劑 那第二劑打的是36萬劑 所以有310萬的一個需求 因為現在我們 那需求並不是這個timing 就發生這樣的需求 是說以前到今天 對 因為其實莫德納的問題就在於說 他的出貨進度 一直都是大家所比較擔心的 因為你像BNT可能他可以出貨進度比較穩定 郭台銘說周周到貨 目前有周周到貨嗎 我們希望 公布的時稱 目前都有到貨嗎 那所以我們明年加購的全部都是莫德納 那大家擔心也就是說 如果以莫德納的生產精度來講的話 會不會又面臨現在的窘境 就是說他的出貨如果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大家還是等不到疫苗 可是問題是我們採購而卻拿不到疫苗 這樣子的問題會不會又重複發生 對 那所以我們對其他 他的各種discrimination 次次在疫苗都維持聯繫跟溝通之中 所以之前大家就問說 那郭台銘說他已經這個 談好三千萬劑的BNT 那台灣有沒有要買 這些數字目前都沒有確認 那大家都在自己的角色上面 做他自己的努力 所以我們有跟BNT確認說 他明年到底有沒有準備三千萬劑 賣給台灣這件事情 有確認嗎 我們的談判的底屑往外受卸了 所以我們有在談嗎 我們當然有在瞭解 所以我們目前除了莫德納加購之外 明年我們是不是還會採購其他的疫苗 有這樣的一個準備跟打算 因為目前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們已經買了八千兩百六十八萬劑 每個人已經可以打到第三劑 第四劑了 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但事實上真的可以嗎 問題就在於說 有的人打的是AZ 有的人打的是莫德納 每個疫苗他的到貨跟他實際上的 這個施打的數量都不一樣 狀況也不一樣 所以可能我打高端的 我很快我可以打到第四劑 那我打莫德納的 我連可能第二劑都不一定打得到 等等這些所發生的 這個不一致的狀況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防疫 那如何確保說 我每個打疫苗的人 我都一定可以打到第三劑 第四劑 那就是我們要先準備好這些疫苗 那重點就是 例如說你夠的可以混打 例如說BNT我夠他到貨穩定 我可以持續的混打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狀況 因為台灣日本跟海 好 謝謝高委員 繼續請 請看